早就來到昂平,今天就好天 現在就去行那個叫做尼勒山郊遊徑 看到鳳凰山那邊都有一些雲霧遮著 這邊這個比較矮,就叫做尼勒山 擺擺尾,你在這裏 從這個方向走 這些花都不知叫什麼名字,不過很漂亮 前面那條路是心經簡臨的,上次去過了,今次不再去了 現在來轉這個方向,這個就是去東山法門的方向的 今天就行這個尼勒山郊遊徑 現在就陰陰的,有些風,都行得幾舒服 晚點就不知了 這裏好多那些山黏花 前面就是東山法門古道的牌樓 上次走過了,今次呢,就會在這裏轉上去 走這個尼勒山郊遊徑 剛才在昂平市集的下車,一路走到這裏 現在就會走這個尼勒山郊遊徑 在山衣那裏兜個圈,就會回來原地 旅程就完了 哇,在鳳凰山也看不到頂 真是鳳凰飄渺 一開始就要上這些山路 這些路呢,又有泥又有碎石 都不是幾好走的,初初 在這裏呢,是看到東蔥 在這裏上 要上很多這些石級 在這裏呢,是看到心經簡林的花梨木 前面這個呢,就是尼勒山 是香港第七高的山峰來的 是高,七八十一米 尼勒山對面呢,就是鳳凰山 尼勒山是上尖下闊 好似個尼勒山坐的樣子 所以有這個名字 現在開始有些陽光了 不用怕下雨了 在這裏呢,就看這個心經簡林 看得很清楚 哇,早上很大霞霧啊 連那個大佛都蒙茶茶遮住了 還有,橙色瓦頂那個呢 就是寶蓮寺來的 這裏呢,是看到黃瓶市集 和這個三鹿檸檬 不單止鳳凰飄渺 大佛都飄渺 好了,繼續前行啦 啊,前面那裏呢,好幽暗 下雨多啊 那些山間都很多水 來到這裏呢,開陽很多了 這段路呢,全部有這個鐵欄的 不要走那邊好一點 又看到大佛了 一路呢,在上面那裏走下來 這裏呢,都很多的大石頭啊 好了,真是好天了 不會陰陰暗暗的呢 來到這裏呢,有一個觀景台啊 現在中間這個呢,就叫獅子頭山 再遠一點的那些山呢 再遠一點的那些山呢,就叫寧迴山 這裏呢,就是橡平360的釣車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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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就是在這裏呢 就是在這裏建中這個講珠澳大橋 好,繼續行程拉 在這裏呢,要下一段的T級 我们下期再见 這個位置曾經山梨傾瀉 不過現在已經修復好了 一路走下來,現在就是轉這個方向去了 這路好像鋪得挺漂亮的 在這裏下去,看到對面有一條山路 那些吊車好像價格都空 可能太早,沒有人坐 在前面有一條木橋,這裏是水星散散 這個位置又是山梨傾斜 這條路的旁邊都鋪了沙包 前面見到這些工程船,就是在建廣珠澳大橋 要上山了 在這個位置有兩條路,這條直去很陰森 這條上梯級,它又沒有路牌 都是上梯級試試 有牌照 有牌照啊 那些木頭慢慢散去 看到左手邊的天壇大佛 蒙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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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完一輪之後,就在這裏轉過去了 爬沙蒙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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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裏看得多長 這裏看到東涌 這裏看到鳳凰飄渺 中間這條是東涌道 這裏是日東村 這段落山路比較難行 一直走這些路 不太好走 這塊石很大 這塊大石不知誰在這裏塗污了 寫了佛字 現在又被人刷去了 這一帶的樹木長得很茂密 現在就要走進樹林裏面 這條路是穿過這些很密的樹蟲 好,向前走 在這裏走,包不會曬傷 很多樹 整條路都是鋪滿這些枯葉的 在這裏看到從東涌到機場的那兩條橋 離遠的山頂,朦朦朦的就是青山 回來就是填海 剛才走過這個蜜林 現在出來外面 過了蜜林之後,這一段就比較開揚了 這段路有很多這些大石頭 現在在前面上 這裏沿途有很多這些蕨類植物 看著山 這裏沿途有很多 看著山 鳳凰飘渺 现在看到这里就是东山法文古道的保林蝉子 来到这个位置差不多结束了 终于都清清楚楚不见到你了 来到这里看到有个路牌 尼勒山郊游径出口 在这里很近 这里都可以上去 不过今天不走到这里了 在这里又见到这个心经简林 现在就沿这个方向走 应该很快就到了 这个休戏地点便宜了牛 很多牛 看回来这里就见到这个心经简林 好了,终点在望了 今天由昂平巴士站起步 一路来到这个心经简林附近的位置 接着就在这里上 走这个尼勒山郊游径 在山腰里打了个圈 现在就回到这个位置 旅程就完毕了 现在就由这里出去了 天文台预测今天就是天晴熊热 但是整天晴熊热 刚刚在这个尼勒山那里 兜了个圈 现在是准备回程了 现在去那个昂平市集那里看看 他说有点准备回程 还有点准备 在那里面 我们要去吃 还要去吃 这个地方 鸡蛋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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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